子妹 通过全能神的话我认识到 全能神末世来做话语审判的工作 洁净人 成全人 这的确是事实 那全能神是怎么做末世审判工作的 是怎么发表话语 审判人 洁净人 成全人的呢 这是我们现在急需明白的真理 如果我们认识了全能神的做工 那我们就真听见神的声音 被提到神的宝座前了 请你们再具体给我们交通交通吧 主是怜悯慈爱的 怎么会审判我们呢 如果主再来还要审判我们 那我们不是被定罪了吗 你们寻求全能神 是如何做末世审判工作的 这对于人追求真理 达到蒙拯救太重要了 全能神发表真理 做末世的审判洁净人的工作 完全是为了提接圣徒进天国 但宗教界里有许多信主的人 不理解神的心意 他就认为 主再来是直接提接圣徒进天国 不可能会做审判刑罚的工作 因为神审判刑罚人 不就是对人的定罪与惩罚吗 因此拒不接受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只等主驾云降临 提接他进天国 其实啊 这完全误解了神的心意 主耶稣做救赎工作 就是为了末世的审判工作 普路的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洁净人 拯救人 让人进天国 享受安息 但神救赎人 拯救人的工作 是有计划 有步骤的 并不是一处而就的 主耶稣做完救赎工作 就应许他必再来提接圣徒 但神末世再来 具体如何提接圣徒 没有人能看透 其实 神末世来提接圣徒 就是首先把人提到神宝座前 接受神末世的审判 洁净的工作 把人成全为得胜者 这不就是圣徒 被提进天国了吗 但人不容易接受的是 被提到神宝座前 还要经过审判刑罚 得洁净这个过程 人就因此 对神的末世审判工作 产生了观念 那你们说 这刑罚审判 到底是神的祝福呢 还是神的定罪惩罚呢 有许多人都看不透 我们先来看看 全能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今天审判你们 刑罚你们 也定你们的罪 但你该知道 定罪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 定罪 咒诅 审判刑罚 都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 这都是为了你的性情能变化 更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的身价 让你看见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 都是按照他的性情来做的 按照他的工作所需做的 也是按照他拯救人的计划去做工 他是爱人 拯救人 而且是审判 刑罚人的 公义的神 神来了 不是击杀 不是毁灭 而是审判 咒诅 刑罚 与拯救 你们都活在罪恶淫乱之地 都属于淫乱罪恶的人 今天 你们不仅能看见神 更重要的是 让你们得着了刑罚审判 得着了这样最深的拯救 就是得着了神最大的爱 他所做的 对你们都是真实的爱 并没有恶意 是因着你们的罪恶 而审判你们 以此 让你们反省 得到这极大的拯救 这一切的工作 都是为了做人 从始到终 神一直在竭力地拯救人 他根本不愿 把他亲手造的人 完全毁灭 现在 又来到你们中间做工 这不更是拯救吗 若对你们是恨 他还能做这么大的工作 来亲自带领你们吗 何必受着苦呢 对你们并不是恨 也没有一点恶意 你们该知道 神的爱是最实在的 只不过 因着人的背逆 务必地用审判来拯救人 否则 还是不能把人拯救出来 因你们不会生活 也不知怎么活着 你们活在这淫乱罪恶之地 属于淫乱污秽之鬼 他不忍心 让你们再堕落下去 也不忍心 看着你们这样 活在污秽之地 让撒旦任意践踏 不忍心让你们坠落阴间 只愿意把这般人得着 把你们彻底拯救回来 这是征服工作 做在你们身上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拯救 从全能神的话中 我们清楚地看到 神默示做审判工作 并不是为了定人的罪 更不是为了击杀人 而是为了让人认识自己 被撒旦败坏至深的事实真相 认识人抵挡神 背叛神的本性实质 认识神的公义 圣洁不容触犯的性情 就是为了唤醒人的心 唤醒人的灵 拯救人类 脱去败坏性情 活出真正人的样式 蒙神拯救 人若不经历神的审判刑罚 就没法认识自己的撒旦本性 没法看清 人犯罪 抵挡神的败坏根源 更不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人的败坏性情 就没法得着变化 人就没法对神 有真实的顺服与敬畏 这样 人又有什么资格 被神带入神的国中呢 可见 神审判人 就是为了捷径人 拯救人 人若经历神的审判 得到捷径 是神最大的祝福 是神对败坏人类 极大的爱与拯救啊 阿们 那么 神是如何做审判工作的呢 关于这方面的真理 全能神也发表了许多话语 我们先来看几段 全能神的话 好好 神此次道成肉身的做工 主要以刑罚审判为主 来发表他的性情 在此基础上 带给人更多的真理 只给人更多的实行 以此达到他征服人 拯救人 脱去败坏性情的目的 这是神在国度时代 所做工作的内幕 末世基督 是用诸多方面的真理 来教训人 来揭露人的本质 解剖人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中 都包含着诸多方面的真理 例如 人的本分 人对神如何顺服 对神如何忠心 人当如何活出正常人性 神的智慧 神的智慧 神的性情 等等 这些言语都是针对人的本质 针对人的败坏性情 尤其那些 与修理 并不是用一般的语言 能代替的 而是用人根本就没有的真理 来代替 这样的方式 才叫审判 这样的审判 才能将人折服 才能使人对神 心服口服 而且 对神有真正的认识 审判工作 带来的是 人对神本来面目的了解 带来的是 人对背逆真相的认识 审判工作 使人对神的心意 明白了许多 对神的工作宗旨 明白了许多 对人所不能明白的奥秘 理解了许多 而且 也使人认识了 知道了 人的败坏实质 败坏根源 也使人发现了 人的丑恶嘴脸 这些工作的果效 都是审判工作带来的 因为审判工作的实质 其实 就是神的真理 道路 生命 向所有信他的人 打开的工作 这工作 就是神做的审判工作 这一段我来读吧 神成全人 有多种方式 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 对付人的败坏性情 又借着各种各样的事 来显明人 一方面对付人 一方面显明人 一方面揭示人 给人内心深处的奥秘 都挖掘出来 都给揭示出来 通过揭示许多情形 让人看见人的本性 神成全人 借着揭示 也借着对付 借着熬炼 也借着刑法 有多种方式 让人认识到 神就是实际 神做审判的工作 做刑法的工作 都是为了达到 让人对他有认识 都是为了他的见证 而做的 他不借着 审判人的败坏性情 人就不可能认识 他的公义 不可触犯的性情 也不能对神 从旧的认识中 转到新的认识之中 为了他的见证 为了他的经营 他将他的全部 都公布于众 从而 让人因着他的 公开显现 而达到认识他 性情有变化 达到为他做 响亮的见证 人的性情 是在神的多种 做工之中 达到变化的 人若没有性情的变化 就不能达到 见证神 不能达到 和神心意 人的性情变化 就标志着 人已脱离了 撒旦的捆绑 脱离了 黑暗的权势 真正成了 神工作的模型 标本 真正成了 神的见证人 成了和神心意的人 全能神的话 说得太实际了 神默示发表话语 来做审判的工作 就是为了拯救人 成全人 在全能神话语的审判中 我们才认识到 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里 整个人类都活在 撒旦的泉下 被撒旦败坏的 几乎没有一点人的样式 狂妄自大 弯曲诡诈 自私卑鄙 淫乱败坏 都是厌烦真理 宠上邪恶 为了名誉地位 不择手段 如同受累一样 互相厮杀 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完全失去了 人性理智 人即使信神 心里崇尚的 还是金钱 名利和地位 还能随从 世界邪恶潮流 常常犯罪 背逆神 抵挡神 即使为神撇弃花费 受苦付代价 也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得福欲望 为了得赏赐 进天国 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认识神 顺服神 即使信神 人心里对神 还充满许多的 观念想象 没有人对神的性情 与所有所事 有真实的认识 神到底喜欢 什么样的人 验证什么样的人 人做哪些事 是抵挡神 是触犯神性情 遭神咒诅的 人的思想观念里 有多少与真理 不相合的东西 人在神面前 该有什么理智 人该具备 哪些真理实际 等等 对这些涉及到 认识神 顺服神 敬拜神的 关键的真理 败坏人类 一概不知 就这样一个 被撒旦 败坏至身的人类 不经神的审判 捷径 怎么能不抵挡神 背叛神呢 漠视 神根据 败坏人类的需要 道成肉身 发表了 使人蒙拯救的 一切真理 向人类显明了 神公义 威严 不容人触犯的性情 将人的本性实质 与败坏真相 揭示得淋漓尽致 让人心服口服 我们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看到自己狂妄自大 自私卑鄙 尽凭撒旦 哲学 法则 活着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为了名 合理 即使做工讲道 也是为了名誉地位 常常高举自己 炫耀自己 让人高看 根本不是为了高举神 见证神 当神的做工 不合能观念时 还能定归神 论断神 映着景象与神对立 根本就不顺服神 尽本本时 还能谈想肉体安逸 常常应付糊弄 欺骗神 对神没有一点忠心 在神话语的审判揭示中 我们看到自己 被撒旦败坏太深了 没有良心理智 人格尊严 不配称为人 简直就是与神为敌的 撒旦种类 我们感到无地自荣 无言见神面 不得不扑倒在神面前 懊悔已急 恨恶自己 咒诅自己 真实体藏到 神公义 不容人触犯的性情 不仅产生敬畏神的心 也明白了神拯救人的良苦用心 神审判刑罚人 是因为神验证人的罪 恨恶人的悖逆 是为了拯救我们 脱去撒旦性情 被神得着 当我们印着景象 背逆神 抵挡神时 神责打管教我们 当我们的心向神回转时 神又怜悯我们 并没有按我们的所作所为 惩罚我们 而是开启 引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就是在神这样的审判刑罚中 我们不知不觉 对神的性情 有了些真实的认识 认识到神的性情中 包含着神的慈爱怜悯 我们看见了 神的圣洁与伟大 生发了对神的敬畏 与爱慕之心 对自己的撒旦本性 也看得越来越透 逐渐明白了一些真理 对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 也越来越有分辨 看似观点也发生了变化 逐渐有了可目真理的心 不愿再凭撒旦的 哲学法则活着 不再无理智的 向神索取什么 我们的良心理智 得到了恢复 开始在凡事上寻求真理 实行真理 脚踏实地地 尽受到之物的本分 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生命性情也越来越有变化 有了些真正人的样式 感谢全能神 我们能有这样的变化 都是神的审判工作达到的果效 阿弥陀佛 今天 凡是接受全能神末世做工的弟兄姊妹 都深深地体会到 只有接受顺服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才能蒙拯救 被成全 你们的交通 真让我们的生命很得造就 你们经历全能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谈的都是认识自己 脱去败坏的一些经历认识 我们所谈的 都是享受主的恩典 祝福的见证 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我们关知道享受主的恩典祝福 追求进天国 却不知道追求真理 体贴主的心意 我们实在蒙羞啊 看来 全能神审判的话语 确实能竭尽人 拯救人啊 我真羡慕你们 听见神的声音 就能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从神所得的那么的丰富 而我们信主 却活在观念想象里 不留心听主的声音 落在黑暗里闹饥荒 正后悔没有及早寻求 靠插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错过了太多得真理的好机会呢 是啊 我们真是贫穷 可怜 瞎眼啊 今天听了你们交通全能神的话 我心里很受感动 虽然我还没经历神的审判工作 但听你们的交通见证 看到神做审判工作 太有意义了 阿们 神寺恩典 供我们享受是神的爱 神审判刑法我们 捷径变化我们 这更是神的爱啊 阿们 我们只有经历神这样的审判工作 才能认识神 认识自己啊 是 如果神不这样做 我们光享受主的恩典 的确不能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不能敬畏神远离恶啊 阿们 是 四妹 你们见证全能神的审判工作 能捷径人 变化人 你们交通得很实际 如果按照全能神所发表的 审判的话语实行 肯定能达到捷径 变化 不过我想问一问 你们经历全能神的审判工作 对神的性情都有了哪些认识呢 在你们身上都有哪些变化呢 能不能给我们讲讲 你们的经历见证啊 对啊 你们就交通交通吧 如果你们经历全能神的话语审判 真有了变化 我们才会呼气 这些年 我经历神的末时审判工作 深深地感受到 全能神的话语 的确能够捷径人 拯救人啊 我就谈谈我自己 经历神的审判刑罚的 一点经历见证吧 太好了 以往信主的时候啊 我信心特别大 为了等主来时 能够被提进天国 我放弃了工作 撇弃了家庭 不辞劳苦地各处传道做工 虽然遭到许多讥笑 毁谤 逼迫患难 有时 也痛苦软弱到一个地步 但一想起 即将享受到天国的福气 我心里就特别地得安慰 受激励 就觉得受着苦有价值 有意义 所以 我信主多年 一直热心传道做工 劳苦花费 可我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 这样的追求 到底合不合主的心意 直到接受全能神 默示做工后 我看到 全能神的话说 有许多人 跟随神 只关心自己 怎样才能得福 怎样才能躲避灾难 这些人 这些人跟随神的目的 很简单 那就是一个目标 得福 除此之外 与他们的目标 根本不相干的事 他们都懒得去搭理 他们认为 信神能得福 这是最正当的目的 也是他们信神的价值所在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就什么都不能打动他们的心 这是更多的 当前信神之人的现状 他们的目的 存心 听起来很正当 因为 他们在信神的同时 也在花费 在奉献 在尽本分 他们在付出青春年华 也在撇加舍业 甚至常年累月的 在外奔波 忙碌 话说到此 我们发现一个 人都从未发现的问题 人与神的关系 仅仅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是得福之人 与赐福之人的关系 说白了 就是故宫与故主的关系 故宫的劳碌 只是为了拿到 故主赐给的赏金 这样的利益关系 没有亲情 只有交易 没有爱与被爱 只有施舍与怜悯 没有理解 只有无奈的忍气吞声 与欺骗 没有亲密无间 只有永不能逾越的鸿沟 面对神话语的审判揭示 我感到蒙羞惭愧 无地自容 全能神揭示的 都是我的真实情形 把我信神得福的 纯心掺杂 交易观点 揭露得淋漓尽致 信主这些年 虽然我撇弃花费 也受了不少苦 但都是为了自己 得利得福 为了自己得赏赐 进天国 根本不是为了 实行主的话 更不是为了 顺服神 爱神 我以外表的劳苦花费 作为资本 向神换取天国的福分 这不正是与神搞交易 不正是利用神 欺骗神吗 对神 哪有一点爱 我真是一个 违离仕途的人 太自私 太诡诈了 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简直就是畜类 实在不配来到神面前 我感到 神在检查我的一切 我信神 做工受苦的卑鄙 卑鄙 都被神检查得 一清二楚 神痛恨像我这样 打着为主花费的旗号 却是为了得福的 投机分子 神怎能容许这样 欺骗神 背叛神 属撒旦的人 进入神的国呢 在神的审判中 我体尝到 神圣洁公义的性情 不容触犯 我不仅扑倒在神面前 懵悔自己 痛恨自己 咒诅自己 不愿再为自己活着 愿意放下得福的欲望 按照神的要求 脚踏实地地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来环抱神的爱 不管以后是得福 还是受获 都愿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真心地为神奉献花费 借着不断地吃喝神的话 经历神的审判刑罚 我越来越明白真理 明白神拯救人的心意 信神的观点 逐渐得到了扭转 尽本分的掺杂 也越来越少 良心理智 得到了恢复 败坏性情 也越来越有变化 感觉到自己 终于活出了一点 真正人的样式 阿们 我深深地感受到 自己能有今天的变化 都是神的审判工作 达到的国效 阿们 感谢全能神 对我的拯救 阿们 荣耀归给全能神 阿们 今天自都没有 自媚 听了你的经历见证 我也感到蒙羞惭愧 无地自荣啊 你的经历 就是我的情形啊 我信主多年 劳苦做工 就是为了得赏赐 进天国 我现在 也受了神话语的审判 良心受谴责 看到自己败坏太深了 信神多年 一直在欺骗神 与神搞交易 实在伤神的心啊 就我这样一个败坏的人 神还没有丢弃 还让我听见 他审判的话语 把我从德福 上天堂的梦中唤醒 实在是神 对我的怜悯与拯救啊 其实 我们的败坏都一样啊 我信主一辈子 为主做工跑路 就是为了得冠冕 得福分 也不知道 这是在触犯神 抵挡神 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 实在太无知 太可怜了 全能神的审判工作 对我们认识神 认识自己 脱去败坏性情 达到蒙拯救 太重要了 是啊 全能神的话 的确能变化人 拯救人啊 是啊 姊妹经历神话的见证 很真实 很感人 对我们造就太大了 是啊 这样的见证太实际了 这才是信主得洁净 蒙拯救的见证啊 感谢主 如果常听这样的见证 我们也就知道 该如何脱离罪了 是啊 感谢主 信全能神的人 真是诚实人啊 他们这样单纯敞开 接受真理 我事做不到 如果把我自己的罪恶事实 公布于众 弟兄姐妹怎么看我 那我不是自贬身价了吗 不过啊 他们的经历见证 的确很真实 让我心服口服 人信神走什么道路 都由人自己选择 神不勉强人 但人必须得明白 神每开展一部新工作 都要赐给人真理 与当行的道 神的鲜鲜都是 都是有意义的 神所到底 全人类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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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